接下來我們要做這個練習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叫做計算溶質 他說有一個雙氧水百分濃度3% 還有200公克請問裡面含有過氧化氫多少 雙氧水就是過氧化氫水溶液 那所以要去算裡面所含有溶質的量 光是當這樣溶液分之溶質乘100% 從數學上你就可以理解溶質的克數是溶液克數乘100% 同學可以把這個東西當作公式背起來 原因因為我們常常會用到這個計算 常常會需要去算溶質有多少 你就可以把當公式背起來 溶質克數等於溶液克數乘百分濃度 如果要挑定的時候就把它除100% 但數學上才是完整的完全符合的 如果我們就大概這樣寫就可以了 OK 所以我就帶進去 溶質克數容易克數乘百分濃度 所以是3%然後200克相乘 算算就叫做6公克 所以我們答案就選B 好 這是一個感覺也很簡單的計算 但是很重要 就是需要算出溶質的質量 我剛剛跟你講過可以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溶質的質量等於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是我們所需要學會的重點 OK 接下來就請大家來做練習 類似的題目 除了數字不一樣 其他都一樣 請你上來算給我看 500公克 這個3%的過氧雙氧水 裡面有含有H2O2過氧化氫體功課 你們翻個1號 14號在嗎 14號 24號 上來 算給大家看 上來上來上來 歡迎 融資的質量無法追 跟剛才基本上完全一樣 除了數字不一樣之外 其他的想法全部都一樣 其他想法全部都一樣 OK 說OK把它當作公式背起來 照做就好了 500公克 3% 還有H2O2 無法追 天黑了 時間末日了 好 好 好 這樣很困難是嗎 OK 好 好 上面的東西就計算而言 都是沒有錯的 但是希望各位有一個好的習慣 就是寫完之後 要註明他單位是什麼東西 要知道他的單位是什麼 你算出來的是15克 不是15 你算出來是15克 不是15 OK 好 OK 這就是 因為單位很重要 因為單位很重要 常常有人單位弄錯 所以就給他算錯了 所以就給他算錯了 所以呢 這就是15公克 所以我們答案選A 這就是我們的做法 OK 有難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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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